据港媒报道,参演日本真人秀节目《双增公寓》的女摔交手木村花 一音不堪社交网的恶意攻击留言自杀身亡 终年22岁,事件令网络欺凌问题再次受到隔阶关注 天后王妃女儿窦镜彤于社交网发文提及网络欺凌 一位木村花发声 窦镜彤写道 今天在想,如果让我为我所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任 这个责任是什么?我做得到吗? 古人讲究习字如今为什么? 希望大家永远不去低估言语的分量和力量 有一些话说出来,伤别人更伤自己 互联网时代更是如此 在这里,语言可以是危险的 所以我们更要注意自己注入到这个市里的是什么能量 最后他更留言补充 手上没有刀和枪,并不代表 打电话